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是新世纪上海举办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 如今亚信峰会的脚步又临近了 过去的这13年当中 上海不仅在经济领域是日益的开放 在文化体育领域开放的步子也是同样卖的很大 从洗力网球大师赛到F1 再到即将举行的环球马术冠军赛 每年在上海至少有三场顶级的国际赛事轮流举行 再加上几乎已经成为上海人生活一部分的 各类的国际顶级唯一演出 上海正在展现出一个防华防忙的都市的另外一面 它的优雅和激情 这段时间环球马术冠军赛的筹办者们很忙 离比赛只剩半个月的时间 场地平整比赛用具的制作进入最后冲刺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举行如此高级别 国际化的马术比赛 一切都照五星级赛事标准操作 按管理比赛障碍物的设计可以融入地域特色 上个礼拜一个石库门造型的障碍物正式亮相 另外呢我们还把一些像玉园啊九曲桥啊上海特别的上海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些景点景观融入到这个障碍的设计当中 应该讲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赛事是在上海举行的 我们要把上海的特点揉入进去 对吧 当然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来提升中国我们上海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内涵 环球马术冠军赛是上海引进的又一项国际顶级赛事 而之前这座东方都市已经是网球大师赛以及方城市赛车这两项全球顶级系列赛中的一战 唱歌的人叫迈克这场慈善演出是为一家国际学校的周末公益活动筹集善款 流行乐只是迈克的爱好 他的职业是赛事公司的区域执行总监 办公室墙上的六幅图片是从去年大师杯中挑选出来的精彩瞬间 这些已经是第16年赛 赛事的定格画面 迈克说这十多年他和他的团队所追求的就是让大师杯留给上海一个美好的印象 这实际上海大师杯已经连续五年被球员评为全球赛事的定格画面 迈克说这十多年他和他的团队所追求的就是让大师杯留给上海一个美好的印象 全球最佳赛事像费德勒这样的国际巨星已经第十一次来到上海 除了职业体育带来的激情与疯狂这座城市同样迷恋优雅 大学院外费城交响乐团的刀行旗迎风招展 这一次的整个的售票情况非常好 虽然是只有一场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卖加速票了 如果按照统计数据来表明的话 可能是我们的出票率在110%以上 这是费城交响乐团第四次来上海演出 吸引他们的是上海高度市场化的演出条件 他们到上海来演出 其实上海观众的整个的一个反应 上海市场的一个反应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 因为上海也的确是中国在演出市场上面 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城市 所以在这边不论是剧场的条件 还是观众的素质 包括整个现场的一个气氛 都给艺术家们带来一种很好的一个鼓励和互动 所以他们每一次演出结束之后 都会很快期待下一次能够尽早来 激情和优雅正在塑造着国际大都市的气质 也就是在这当中上海懂得了如何让世界了解上海 让上海融入世界 再过几天参加环球马术冠军赛的选手和赛马 就将抵达上海 按照正常的海关的流程 赛马在欧洲起运之前和在上海参加完比赛之后 都需要45天的隔离期 这给比赛的顺利进行带来很大麻烦 经过多方的协商 目前上海被设置成为一个月的临时的飞行区 只需要两天隔离就可以了 赛事的成败者也希望今后的政策能够更加灵活一些 使得上海的赛事成办文化交流更具国际化 在这个一个月当中 欧洲的顶级的赛马可以到上海来参加比赛 然后参加完比赛又不需要再去遵循一个 就是说常规的一个检验检疫的手续 就可以直接飞回去 这个其实对政策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能够便利我们将来能够长期举办赛事 那肯定是这个政策方面是一个 应该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限决条件 东方卫视记者周提静松上海报道 嗯